不得不說這個湯頭真的很厲害 很清爽甘甜 剛好遇到八點的秀 這蝦捲三四丁維琪太驚豔了 超好吃的 大家好 我是維琪 我們今天要Play的是美食之都台南 我們今天來到了安平 聽說這裡有非常多的古蹟 還有老街 還有很多美食 跟著維琪一起Play吧 Go 這間是人氣非常夯的一間鍋燒店 叫做松寧鍋燒食服 我們首先點了它的原味的鍋燒意麵 湯頭很甘甜耶 很清爽可是很有味道 裡面的料呢 有兩個 兩顆魚蛋 幾片菜 和三片肉 還有蛤蜊 料其實沒有算很多 這個麵麵呢 這個麵呢 是用雞蛋做的手工麵麵 吃看看口感如何 這麵麵 這麵好好吃喔 非常的Q彈 而且有那種蛋香 它不會吃起來是那種爛爛的軟軟的口感 非常的Q彈有嚼勁 很好吃 再來是這個豬肉片 上面有黑胡椒 味道香氣非常非常的濃厚 但是不會說到很辣的地步 这种是贴有嚼劲的 还不错吃 然后里面再来就是一颗 半熟蛋 看到这半熟蛋 整个有心花怒放起来了 这半熟蛋的熟度刚刚好 就是一口养下去会那个蛋黄直接在你那种融化的那种感觉 好好吃 搭配他们那个臀骨汤的清甜啊 真的是绝配 不得不说这个汤头真的很厉害 很清爽甘甜 维席觉得啊 店家的汤头啊真的表现得很厉害 用臀骨及一些蔬果熬制出来的汤头 非常的清甜 面条呢也是非常的有弹性 店家的表现让维席真的非常喜欢 而且很厉害的是 蛋还是用半熟蛋 有半熟蛋一定先加分 超好吃的 配合他们的那个汤头 一级棒 前往下一家 Go 来到了安平同济豆花 这间可是50多年的老店哦 他们强调的豆花都是非 精英改造的 他点的是 珍珠白豆花 那个豆花真的跟一般吃的豆花味道有点不一样耶 那个豆花真的跟一般吃的豆花味道有点不一样耶 没有化学的感觉 一般有的那种豆花吃到那种超级超级滑嫩的 我每次都会觉得那一定是有化学的 他们的豆花吃起来就没有那种感觉 煎猪也煮得很Q弹 难怪可以开50多年的老店 还蛮好吃的 有那种古早味的Fu 夏天来一碗挺结束的 这间同济安平豆花就在 松明锅销石斧的隔壁的隔壁非常的近 所以用餐完想吃点甜点的人 走个路过来就到咯 拜 超可愛的米奇装置艺术灯 还有好多颜色 刚好遇到秀耶 沙特 видим 昨天七个月 干什么 美奇装置的离合 我来说 我给你也看来 我来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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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好遇到八点的秀 接下来吃中式虾卷 这样就可以看得到虾了 好好吃喔 虾味也太鲜了吧 完全不用蒸酱就好吃的不得了 外皮炸的是脆脆的 一口咬下去都可以听得到咔嚓咔嚓的声音 满满的虾肉的鲜甜 带点那种芹菜提点鲜 好好吃喔 花枝丸 真的可以看得到里面有花枝喔 很扎实饱满 然后花枝蛮Q弹的 鱼羹汤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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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螃乳酒 那边黑黑黑黑的仁真的是很阁 跟北部那种比较水的感觉差很多 有咬到那种鱼 肉的一块一块的那种感觉 整体来说 这虾卷实在令围棋太惊艳了 超好吃的 我决定了 下次有再来 我一定还要再来吃 记得帮围棋按赞订阅 加分享并开启小铃铛